李岁的样子,整体跟自己之前想象的大差不差,唯一有区别的就是,比想象中显得更加害人恐怖。 他的身体并不是非常紧实,有些地方甚至有些镂空,以至于一些器官都会暴露在外面。 馒头的身体很显然是不够支撑李岁,骨头断裂的地方全被黑色触手给缠着的。 虽然这么说自己女儿不好,但是她现在真的好吓人。 李岁的胸膛是跳动的,每一次的跳动,都可以从裂开的缝隙中看到里面裹在血肉中的一本书。 李火旺记得,那是自己给李岁的俘虏大权。 爹,怎么了?李岁有些不理解李火旺为什么要这样盯着自己看? 没什么,就是看看。 李火旺伸直手,在她的脑袋上拍了拍。 去吧,去找小孩吃鸡蛋羹去吧,你顺便帮我喊几个人过来。 在牛心村,晚饭之后本来就是歇息的时候,没人乱走,所以李火旺要找到的人很快就全到齐了。 身材高大的高至尖,浑身长毛的春小满,肩膀一高一低拙着拐的赵五,还有脸上白一块青一块的狗娃,这些人都是陪着自己一同出生入死的师兄弟。 除了他们四个外,还有个头明显比其他人矮一节的养小孩。 李火旺看向了牛心村的厨子,我又没叫你,你来做什么? 嘿嘿,我见他们都来,我就来瞧瞧,那要不,李师兄,我现在走。 不好意思地养小孩挠着后脑勺咧着笑。 相处了这么长时间,明显是熟悉了,要是以前,他可不敢这么做。 李火旺懒地搭理他,目光投向了高至尖,想兵招得如何了,大概要多久能形成战斗力。 高至尖弩了弩鼻子,有些不满地摇了摇头。 九。 很快李火旺从高至尖那里得知,村里的人压根就没有几个,是练武的料,不是身上有残疾,就根骨不行,挑挑拣拣选了半天,最终只有两个勉强满意。 不过这似乎也在情理之中,这些人全是白领秒的从仁雅子那里捡来的破烂货。 不过这可不符合李火旺的预期,他需要加快这一进度。 赵武,之前在青秋,把孙宝露他妈给我的金子都拆分了,分出来的钱,去帮高至尖多买一些合格的加奴来,哪怕多花些钱,也要选中心的。 必须要尽快组成香槟团,哪怕我不在的时候,再次遇上别的什么天灾,你们也能自保。 是,李师兄。 管前得照五点头应道。 李师兄,你这时又要出去吗? 嗯,有件事情要再出去一趟,如果一切顺利,这一次应该不会太久。 紧接着又看向了春小满,祠堂下面,白莲教的功法,听说你在练。 嗯,在练呢。 这种东西要悄悄地来,教别人也行,但是一定找自己人教。 不比兵家,虽然那神打鸡童看起来似乎有点一丝,可这白莲教可是榜上有名的,功法、神通孤技也很有识别度。 过于张扬容易被尖天丝盯上。 当听到李火旺详细解释了尖天丝,以及之前白家人的遭遇,小满表情凝重地点了点头,顿时感觉自己肩膀上的担子很重。 紧接着李火旺看向最后一位狗娃,过去杂杂呼呼的他,自从生了女儿之后,显得安静了很多。 狗娃,没事吧?听到李火旺问,狗娃顿时脸上挂起了那招牌的嬉笑。 哎,没事没事,我能有啥事,该吃吃,该喝喝的。 李师兄,你放心去吧,牛心村有我镇着呢,乱不了。 李火旺点了点头,紧接着用手指了纸桌子上的朽木如意,这个法器给你,它能乱人心智,可以配着你那白毛针用。 这是当初那太监济相送给自己的礼物,用心素舌头炼制的特色法器,能让人心中充满迷惘。 李火旺自从拿到之后,就从来没用过这东西,干脆送给狗娃算了。 哎呀,这这这,可是神仙法器啊。 李师兄,你可太客气了,居然就白送给我了。 眉飞色舞的狗娃,拿在手中上下打量着,口中嘖嘖撑起。 还有这单方,我抄了一本,里面有润血丹以及裴缘故本丹,一些丹药炼制方法,这还是当初在清风关里,那赖子头教我的。 里面还加了一些用来行医的俘虏画法,村子里也没个大夫,找个认字的,凑合着当半个大夫用吧。 我我我我,我认识字,夫子天天夸我悟性好。 我现在都已经认识三十个字了。 杨小孩毛遂自荐地走过去,拿起那单方策,翻来覆去地看着。 李火旺眉头微皱地看着他,你拿反了。 哦哦。 李火旺重新审视着面前五人,大家都是一起出生入死过来的,这事到我总感觉不安稳,万一真有事情了,靠山山道,靠水水流,唯有自己才是能靠得住。 嗨,没事,咱们不是还有你吗? 李师兄,你神通广大的,谁敢不给咱们李师兄面子。 狗娃的马屁,却只引来了李火旺的冷眼。 万一我哪天死了呢?万一我哪天又疯了呢?你们怎么办? 李火旺这话一出口,屋内的气氛顿时变得有些压抑起来。 狗娃张了张嘴,似乎想活跃气氛,但是又什么都没说。 行了,除了高智间外,其他人先下去吧。 其他四人同时向着身材高大的高智间看了一眼,拿着李火旺给的东西离开了。 李火旺看着面前身材高大的高智间,琢磨了一会后,开口说道, 智间,你过去肯定不简单吧? 虽然他们总说你傻,可我觉得你是大智若愚。 高智间沉默地点了点头。 想回去吗? 高智间摇头。 行,既然你不回去,那我也不问,以后这就是你的家。 除了我跟淼淼,你实力是最强的,我不在的时候,帮我守好这个家。 李火旺用刀划开肚子,从里面掏了掏,掏出一张带血的皮人来。 拿着,这东西能在关键的时候,帮你顶一条命。 似乎是知道这东西的贵重,高智间顿时,倒吸一口凉气,连连白手推辞。 让你拿着,你就拿着。 李火旺直接硬在到他的手里。 我的皮块好了这句话在口中徘徊了一会,又重新咽了下去。 李火旺在他肩膀上拍了拍,都是一路生死过来的兄弟,你这样客气就见外了。 高智间看着自己掌心的人皮,慎重地收了起来。 紧接着他伸手从李火旺下摆形巨包内,掏出一把匕首划破了自己的掌心,又划破了李火旺的掌心。 紧接着他把两处流血的掌心,重重握在一起。 李火旺看着自己手掌处逐渐凝固的口子,轻声笑了笑,这又是哪的习俗? 等高智间走了之后,他从怀里掏出一张宣纸来,那是之前眼瞎的时候写的东西,上面四行是自己当前麻烦。 这个麻烦不存在。 随着李火旺用颤抖的手指按在第二行上缓缓划过,那上面的自飞快地消失了。 二,天灾的异常,既然尖天丝的计划被作望到破坏了,那说不定,这种天灾之后还会有,自己倒不怕,可该如何让牛心存在? 请不吝点赞订阅